马上进入我们的第二个单元 到底谁是大忽悠 这个现在是我们的第二个单元了 这个单元叫到底谁是大忽悠 不光是我 今天所有人都会很高兴 因为这个节目到这会儿是一个全新的板块 你们四位是第一批嘉宾 可能会很好玩 我们待会儿会请上一位出题的嘉宾来 这位可能是社会上任何一个岗位的普通人 把他请出来 他可以说我会替你们问干什么工作 他可能说我是司机啊 我是大夫 我是干什么的 我跟他聊天的过程当中 你们要玩了命的看 仔细的听 听他说的是真是假 来判断他所说的职业是真的 还是骗你们 之后你们可以出题来问他 到最后请你们按刚才这种方法摆出来 不对 还是对 由他自己来判断你们是否正确 就这么简单 听明白了没有啊 听明白了 好极了啊 在这个同时你们可不要忘记 大忽悠依然存在 他知道这个人的真实身份 来吧 有请我们的一号出题嘉宾 一号出题嘉宾 吴晨阳 职业宠物医生 来 请到这边来 郭老师好 您好 贵姓 免贵我姓吴 姓吴 吴小姐 咱们称呼 我叫吴晨阳 吴晨阳 对 你们四位要从现在开始 仔细地观察 吴小姐 吴晨阳 那么您的工作是什么 我是一个宠物医院的医生 好 今天你们要做的事情就是看 它是真的 还是假的 嗯 我没去过你们那个医院 但是 他们好多人跟我们讲过 说你们那 给人家看你这小狗 这小狗啊 过马路的时候 能看红绿灯 对 没错 他过马路 他知道红灯 他站着不走了 对 还绿的他跑过去 你这就很神奇是吧 对 这只小狗特别有意思 就是他的主人 带着他过马路的时候 嗯 有时候 偶尔有时候 他的主人一看 这边他的这个方向是红灯 左右没有车嘛 他就很随意地就走过去了 然后但是这只小狗 他就不会动 还在云地等着 一直等到他这个方向的 这个人行横的那个灯 变成绿灯了 这只小狗才会 哎 跑过去追随他的主人 这是最遵守 交通规则的一只小狗 对 所以我倡议大家以后 要都学习 也就是遵守 交通规则的小狗 都向狗学习 向狗学习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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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啊 这个带小狗看病的人 就有管您叫狗姐 这个 嗯 是的 是 其实现在养宠物的人呢 很多 嗯 那么我们现在把我们的宠物 都基本上看作是我们自己 家庭的一个成员 嗯 很多人就是 在家里面就是 哎呀宝贝啊 儿子女儿的这样的叫 有这样叫 自己养的宠物 对吧 有这样叫 那么他带着他的宠物 到我的院来看病的时候 然后 因为我在给他的宠物看病嘛 然后 看完了以后 这个 宠物的这个 就是主人 很自然地说了一句 谢谢姐姐 嗯 都这么说啊 我就变成了那个狗姐姐 这也不是贬义啊 对 觉得很亲热 很亲热 哎 我们简单地聊一聊之后 你们四位对他有一个印象 如果四位有问题的话可以依次来说 我觉得这个 这个我逮着了 因为我养狗 嗯 就是我太知道这个狗应该是怎么样了 嗯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就是狗狗如果要是 他自己呆着呆着 他没事了 拿屁股往地上蹭 就走两步他就蹭 那个是因为什么 狗的那个肛门线 他那个如果堵塞的话 在他那个便便完了以后呢 他会很不舒服 那么他就要 拖着屁股 蹭着走 嗯 他得蹭着你的地板上 对对对 哈哈哈哈 很无意识的行为 这样我我我闻一下你身上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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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是猫味还是狗味是吗 这有点过分了 我我这不合适 这不合适 我觉得鼻子挺尖的能辨解 不不可以不可以 那怎么着我问你一个问题 哎你问问题吗 吓我一跳 我了不起 刚才说到这钢温线 我想问一个 嗯嗯 如果家里养猫的话 嗯 那猫的钢温线得多长时间 二十年 二十年 哈哈哈哈哈哈 对 二年了 活得长 嗯 猫的钢温线跟狗的钢温线不太一样 哎呀咱不能问点高尚的话题吗 对 我觉得还是远离下算多好一点 咱往脑子上说说吧 来 莎莎 我先问一下狗姐姐您知道就是 多个姐姐 谢谢 还谢谢 狗狗一般是在国大的时候开始换牙嘛 哦 你是说狗吧 对啊 狗的换铃是在三十六个月的时候是它换牙期 哦 它半岁以内都是它的换牙期 说的很专业 还有问题 马天宇问 猫都染上那个猫温啊 嗯 但是我跟猫从来没有出去过 哦 我听不出你的猫从来 我说猫得了猫温 它说它的猫得了猫温 但是它的猫没在外面待过 对 那你要检查一下你 你怎么 郭老师说的一点刺都没有 这确实是 就是说其实猫温也好 狗温也好 不一定说你的猫猫狗狗不出门 它就传染不上这个疾病 有可能是有主人啊 或者说是外在的东西携带过来的这个病菌 然后使这个猫猫狗狗得上了这个 我确定它是医生 你确定了吗 对 你相信了 我确定 还有问题 这个我基本上觉得它像是 像是医生了 对对对 我要问一下 你们那个宠物医院在哪 这我们不能做广告 这我要说的有广告前 现场的朋友们还有没有问题 想问一下的 我们有一个机会 来看一下哪一位要问一问 我那个就是我知道那个狗是色毛 它根本就分不清那个红绿灯 这个狗色毛是我们常义上讲的狗色毛 实际上狗不是色毛 它只是一个色弱 但是现在那个有国外的科学家呢 研究发现说狗呢 会对一些比较就是跳跃性的那个颜色呢 有很敏锐的感觉 比如说黄色 这太专业了啊 对 这太专业了说的 这就说明狗不是色毛 它是个色狗 那么问题也都问完了 现场的朋友们呢 我觉得可以和四位嘉宾 咱们一起啊 摆出这个做答的这个动作来 如果你们要是认为 它是一个真的宠物医生 请这样 如果认为不是的话 请这样 待会儿你们摆好了之后 我们会请吴小姐自己 来按动这四个按钮 他们四位谁说对了 那就没错了 如果说错了 要惩罚它 就这么简单 好吗 好 来 请大家做好准备 我们要做出最终判断 来 好 台下有很多人啊 大部分都是认为它是对的 台上的四位 全认为吴小姐是宠物医生 那么接下来 我们请吴小姐 把手放在四个按钮上 如果你觉得他们说的对 就放过了他们 如果他们错了 你就往上翻动按钮 来惩罚他们 好 来 谢谢各位的支持 嗯 很不好意思 很不好意思 来来来来 谢谢吴小姐 这太棒了啊 到最后才知道 她是一个假的宠物医生 嗯 这个你能告诉我们 你真正的身份是什么吗 我是一个做传媒的 你好 是一个传媒公司的 哦 看狗杂志的 没有没有没有 做传媒我的天哪 我也是跟艺人打交道的 在座的各位 我也会跟你 那你肯定养很多狗 嗯 那你怎么会对狗这么熟悉呢 对啊 改行以前是 没有没有 我从来没 就是没有就是接触 她都没见过狗 我见个大熊猫 好极了 谢谢吴小姐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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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各位 这边吧 这边吧 那边 谢谢 谢谢 嗯 这个不管怎么说 刚才四位都受到惩罚了 其实有一个人 不应该受到惩罚 他知道真假 嗯 就是我们的大忽悠 你认为是谁 我非常非常地肯定 是马天宇 你认准了 对我认准 尽管今天来了 我认为他很多的歌迷 但是我 我觉得就是 哪怕他是大忽悠 对他来说 也不一定是什么坏事 证明他的演技比较好 对他演技也很有好处 来 徐玉腾 我现在还是觉得 马天宇的那个 就是感觉像大忽悠 啊 像马天宇是吧 对对对 哦 莎莎 还是觉得是 三号 哎 徐玉腾 你们俩现在都认为是徐玉腾 马天宇是什么 感觉吧 我现在又感觉 我也在三号和四号 你这是什么管 感觉 但是我觉得 他 嫌疑最大了 来看一看现场朋友们吧 拿起手中的选择器 一键按下我们来看一看到底是谁 本轮的投票观众继续选择了徐玉腾 那么他在后面的环节是否可以摆脱嫌疑 到底他是不是大忽悠 您接着往后看 一会儿为你揭晓 恭喜徐玉腾高票当选 不必解释 加上一把叉子 去掉两百分 接下来打开你的双臂 喊 喊吧 八 谢谢你 你赢得了再来一次奖 好极了 清醒一下有助于后面的回答 来